一年365天 每天跟您分享一个乒乓球的小诀窍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黄河教练 今天咱们跟大家去分享 我们发球或者我们拉球的时候 为什么去漏球 如果我们在接触球的接触面积 非常小的情况下 它是容易漏球的 例如说对方过来的球 我们想拉 我们往下引拍往上走 这个时候接触的面积是很小的 我们第一个容易打板边 第二个容易拉漏球 就是碰不到球 一个往下一个往上 它就没有这个时间差 解决这个困难的话 我们这个球过来 我们由后一点不要往下一点 往右后方一点引拍 这样子接触的面积就大 它就不容易漏球 大家可以去试试这个 那么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通常也是 很多人是 使劲是想接触球的底部 这样子就漏球了 那么这个接触面积太小了 如果说是我们这样子去发呢 它就不容易漏球 这两个大家要注意 如果这个时候你听懂了我的意思 那么请给我一个关注 还有再给我点一个赞 每天晚上我们八点半钟 都在直播间 跟大家去讨论乒乓球的技术 欢迎您到我的直播间 跟我一起交流互动